得的位置。这样好人坏人也就能辨别清楚了。 孔子听后说这话确实如此。 嫌善之人得到尽用,那么不善之人就没有办法尽来。 如果不善之人得到尽用,那么嫌善之人也就没有办法尽来了。 六十九众人之巍巍,不若只是知恶恶。 倦阿函诗外传著是恶恶直言无悔的样子。 白话重视的唯唯诺诺,不如一味正直是人的直言见争。 七十人主莫不欲得贤而用之,而所用者不免于不孝。 莫不欲得贤而出之,而所处者不免于罚贤。 若是者,赏罚之不当,认识之所有也。 人主之所赏,非为其不可赏也,必以为当义。 人主之所罪,非以为不可罚也,必以为信义。 至不能见是非之理,明不能查,尽论之言。 所认者不必知,所用者不必忠,不又赏贤罚报之明。 而有路能养奸之时,此天下之道换也。 眷目时原子正书注释,信过真确实。 净论逐渐渗透。 银母为鸡酒而发生作用。 白化君主无不想得到贤财,并任用他们。 但所任用的人中,总是难免有不贤的人。 君主无不想抓住奸人而铲除他们。 但被铲除的人中,总是难免有贤能的人。 像这种情况出现,是因为赏罚之当委任官员不妥造成的。 君主所奖赏的,并不是明知道的人不应该奖赏,而偏要奖赏他。 一定自以为奖赏的是分恰当。 君主所惩罚的,并不是明知道的人不该惩罚,却偏要惩罚他。 一定是认为惩罚的恰到好处。 问题在于君主的智慧不能分点是非虚直。 其贤明的程度,还不能够是别渐渐渗透的谈言。 所为认的人就未必真有智慧。 所用的人未必忠诚。 所以虽然名义上是赏赐贤能而惩罚暴徒,实际上却往往惩罚了贤者,而不起了奸人。 这是天下的大幻雅二臣数一粒。 结七十一粮将不倦死一勾勉。 烈士不悔劫以求生。 卷二十五位置上注释勾勉勾切勉于损害。 烈士有洁气,有壮志的人。 白化粮将不会因为惧死亡而勾切偷生。 有气劫壮志的人不会悔气劫操以求活命。 七十二子喊曰我以不贪为宝, 或以欲为宝。 若你与我,皆丧宝也,不若人有其宝。 卷五春秋左世传中注释子喊乐系,子姓乐是,自子喊,是春秋时期宋国的兴,于宋平宫时任思成,故又称思成子喊。 白化子喊说,我把补贪看作宝物,你把玉石看作宝物。 如果你把玉石送给我,我们两人就都丧失了宝物。 倒不如个人保有自己的宝物。 七十三不就长者,或欲令为开产业。 正约史后世称为清白丽子孙。 以此一知,不亦扣乎书卷二十三后汉书三注释不就就交就有。 张者年纪大或辈分高的人。 白化旧有和长辈中有人劝阳阵为子孙制,但一些私人财产。 张阳阵说让后世人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。 但,得留给他们,不是很丰厚吗? 七十四量字表后主曰,成都有丧八百株。 佛田时悟请,自抵衣十字又于饶。 至于臣在外人,无别调度,随身衣食,欺养于官。 若死之日,不始内,有于国外,有盈财。 亦付陛下,其足,如其所言。 卷二十七属之注释字表字上奏章。 佛田凭其的田。 有时也,用以谦称自己的田地。 调度争调付税。 赢财与财。 白话诸葛亮,曾相后主上调说臣在成都,有丧树八百株。 佛田时悟请,家中自帝的衣食,移有于玉。 至于臣在外任职,没有争调其他财务付税作为收入。 随身衣食,都依赖朝廷供给。 如果臣有一天死去,不让家中有多余的不国家外,有多余的财产。 依致辜负陛下的庆证。 到诸葛亮去世的时候,正像他所说的那样。 七十五周之北界有水。 明曰汉泉。 父老云迎赐水者,是连世便捷。 隐之是渐净。 先至水所着,而隐之,因父诗曰古人云赐水。 依赐索。 怀仙经。 誓史遗其影。 终当不义兴卷三十禁书,下注是赐影。 以其伯夷和俗其的并称。 两人曾互相礼让王位。 武王发昼时。 柏仪与俗其曾叩叩而见。 认为这样做事以报以报。 不可取。 后天下归周。 二人亦为始。 一步时周速。 于守阳山彩维尔, 时之至饿死。 白化广州的北部有一处泉水。 名叫滩泉。 当地父老传说饮了这个泉的水。 青莲的官员就会改变劫操而贪污。 无影之刚踏入广州地界。 便先到滩泉去。 要水来喝。 并附施一首说。 古人说这里的泉水。 喝一口就会变成贪婪的小人。 假如让伯夷书其这样的连结之士喝下。 他们绝不会改变自己的初心。 并附施二尽中七十六中臣不思。 思臣不忠, 旅正奉公臣子之结。 卷二十四号汉书四百化中臣没有思心。 有思心的臣子则不忠, 旅行正道奉公行事, 是作臣子的结操。 七十七君与吉之, 则为炎。 与不吉,则为行。 我友道,则顺命。 无道,则恒命。 卷十二十字下注释为炎由圣言。 为行小心底行动,圣行。 恒命为逆命令。 白话如果国君问到自己, 就谨慎以发表自己的言论。 若是国君没询问自己, 就谨慎以做事, 修养自己的德行。 国君正令合乎正道时, 就服从命令去做。 国君正令不合乎正道时, 就不受其命而隐居起来。 七十八夫杀生向罚, 至乱所由心言。 人主所为夷生, 或不可生, 则仁臣当臣所以夷杀。 人主所为夷赏, 或不应赏, 则仁臣当臣所以夷罚。 然后至道至道上下必有脱纹尔。 卷二十九经书上白话, 死生上罚。 这些处置的正确与否, 和国家的安定与动乱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君主说某人应该活命, 倘若不可以活命。 那么做仁臣的就应陈述所以该杀的原因。 君主认为某人该奖赏。 倘若不该奖赏而该罚。 那么做仁臣的就应陈述其所以该罚的道理。 然后才谈得上至国有道。 七十九忠臣之士君也。 言切之则不用其身为。 不切之则不可以明道。 不切之之言, 明主所欲其文。 忠臣之所以蒙四而也至也。 卷十七看书五诸是。 切直恳切率直。 蒙蒙瘦。 寅母未冒着顶着。 白话忠臣是奉君主。 言语恳切率直则不被信用。 还会违及自己的生命。 如果言语不切直, 又不能够阐明道理。 所以切直的话, 是英明的君主所急切希望听到的。 也是忠臣之所以冒着死罪, 而杰中敬至要表达的。 三劝见八识臣至凡许或者也。 是亦扶死而争。 卷五春秋左诗传中注释福死丹愿舍弃生命。 争通争。 争见。 白话臣下, 是为国君整治凡乱和解除迷惑的人。 因此要, 貌似去见争规劝。 八识一夫不能见则君为, 不见则身歹。 贤人君子, 不忍观赏之为, 而不爱身之歹。 卷四十七, 正要论住是爱令其舍不得。 白话臣子不能见争, 君主就会有危险。 坚实净险。 臣子自己就会有危险。 真正的贤人君子, 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君主处于危险之中, 因而不顾自身的为王。 八识二不约为, 而不识, 编而不服。 则将焉用己相服之之道, 莫过于见矣。 不子从命者, 不得为孝。 臣斗顺者, 不得为忠。 是以脖之将心, 贵在戒臣。 家之将胜, 贵在戒子。 卷四十七, 正要问白话。 因此, 孔子说君主遇到危险, 而不去护食。 君主就要跌倒, 而不去搀扶。 那君主还要这样的臣子, 该什么呢? 而服食的方法, 没有比见争更好的了。 因此, 做儿子的如果只是一位听从父亲的话, 算不得是真正的孝。 做臣子的致是一位顺从君主的意思, 算不上是真正的忠。 因此, 国家将要兴旺, 会在有能够直言见争的大臣。 家庭将要兴旺, 会在有能够劝贱父母的孩子。 八十三, 若脱物以风欲。 为生生以言而不切, 不切则不改。 为正见之见, 可以不缺也。 卷四十七, 正要论白话。 如果假借有一些事物来进行伟外的劝贱, 言此, 尹为不切, 而不能够切中要派。 不能切中要派, 就很难改正错误。 只有不畏强凌弱之眼底劝贱, 才能不救君主的过失。 四举钱, 八十四国之所以不智者三不知用钱, 此其一也。 知己之用钱, 求不能得此其二也。 知己的钱不能尽, 此其三也。 卷三十六, 狮子白话国家不能得道治理, 有三方面的原因。 不知道推举任用钱得知人。 这是其一。 虽然知道任用钱人, 却求不到钱人。 这是其二。 虽然得到钱人, 却不能人尽其财。 这是其三。 八十五, 紫末紫约经者王公大人为正于国家者, 皆欲国家之父人民之众行政之志。 然而不得, 是其不合也是在王公大人为正于国家者, 不能以上贤士能为正也。 至故, 国有贤良之事种, 则国家之之后, 故大人之物, 将在于众贤而已。 卷三十四, 曼子, 默子注视不紧要的事情。 白话, 默子说现在朝平中从政的王公大臣, 都期望国家富强人口, 众多刑律政教, 都仅仅有条。 然而, 却不能如此。 这是什么缘故呢? 就其原因, 在于, 现在朝平中从政的王公大臣, 不能把尊重贤财重用有德能的人作为执政方略。 国家, 拥有的贤良之事愈多。 那么, 国家的事化就愈深厚。 所以, 大臣们的要物, 就在于是贤财愈来愈多而已。 八十六古者曲是诸侯岁共孝武之事, 俊举孝连又由贤良文学之选。 于是明臣辈出, 文物并清。 看之的人, 述路而已。 卷二十三后汉书三柱是岁共古代诸侯, 俊不定其向朝平推荐人才的制度。 路途进门路。 白话古代选取世人, 要求诸侯定其向朝平举荐人才。 看武帝时, 除各郡推举校联外, 另有贤良文学之事的选拔。 于是明臣辈出, 文治武功同时兴盛。 汉王朝获得人才, 主要就是通过这几个方面。 八十七古之官人, 君责之于上, 臣举之于下。 得其人有赏, 施其人有罚。 安的不求贤不卷, 三十禁书下白话故事后, 任用官员。 君主在上面提出选拔的要求。 臣子在下面报举推荐。 所举荐的人得当, 就想赏举荐者。 所举荐的人失荡, 就处罚举荐者。 这样臣子们能不去访求贤人吗? 八十八官者无官良。 邪门起义。 朝廷不择贤, 正路塞矣。 所谓则贤, 使之相举也。 所谓官良, 使之相保也。 贤不举则有救, 报不信义有罚。 有罚则有私, 莫不怂也。 以求其财, 焉。 卷三十禁书下白话, 选任官员不严格把官。 不正之门就会开启。 朝廷不求取贤人, 入室的正道就会阻塞。 所谓求取贤人, 就是让官员必相举荐。 所谓从严罚官, 就是让保取人和被贱人互相担保。 贤人得不到推荐, 官员就有罪过。 拒荐部时, 官员也要受罚。 有了处罚, 就会让负责的官员有恐惧之心, 因而能够尽力求贤。 参贵得以上到八十九段曰, 观乎天文, 以查十遍。 观乎人文, 以化成下。 卷一周一百化段传说观察天象, 可以知小四季的变化规律。 观察社会的人文现象, 可以推行教化而实现天下大志。 九十天地以顺动, 故日月不过, 而四十不特。 圣缘以顺动, 则刑罚轻而明浮。 欲知时亦大以灾卷, 一周亦注视, 顺动顺应事物, 顾佑的规律而运动。 欲挂昏下阵, 赏昏为顺, 阵为动。 白化天地, 顺应自然规律而动。 所以日月运行不会失度, 四季轮转没有误差。 圣人能够顺应人的天性而动, 则刑罚轻处简单。 万名服从。 欲挂所蕴含的顺天而动的毅力, 是多么的深远广大啊。 九十一昏, 至柔而动也, 当至敬而得, 方寒万物而化光。 昏到其顺乎, 成天而实行。 卷一周一注是化光德, 化广大的意思。 白化昏卦六摇皆英, 智柔, 但已有所动变显示出刚艳的特性。 它的形态是致敬的, 但具有方正的德性。 寒养万物而得化广大。 昏道是如此的柔顺。 它总是顺程着天道而平。 随着时节运转不齐。 九十二夫大人者, 与天地和其德, 与日月和其名, 与四时和其婿, 与鬼神和其吉凶。 先天而天福为, 后天而奉天时。 卷一周一注是和福和相同。 白化圣明之人。 它的道德像天地一样附在万物。 它的圣明如同日月一样枯燥万物。 它诗里正是像四时一样竟然有序。 它是人的其胸或福如同鬼神一样奥妙无穷。 它若在天时之前行事。 也能奉顺天道运行的规律。 九十三自曰天之所住者顺也。 人之所住者信也。 吕信似乎顺, 是己自天佑之, 即无无理。 卷一周一百化, 孔子说上天所辅助的是能够顺从正道的人。 人类所辅助的是堵守诚信的人。 按照诚信的要求去做事。 而时刻, 不忘记顺从天地之道的人。 能够从上天得到保佑。 即祥而无无理。 九十四夫道以仁之难为义也。 是不曾子曰父母爱之, 喜而不忘。 父母悟之, 聚而无久。 然则爱与恶, 其余成孝无则也。 是曰君轻而敬之, 致敬以训。 冒而疏之, 敬无怨。 然则心语疏, 其余成中无则也。 孔子曰自余余引歪恩。 瓜之中, 知己而不知, 然, 以善费而, 不亦以取回。 薄欲之行也。 然则心语废, 其余成善无则也。 屈侯父曰贤者, 以知也。 观其父之所分, 达之所尽, 穷之所不取。 然则穷语疼, 其余成贤无则也。 是故爱恶心疏, 废心穷疼, 皆何以成义。 卷三十六诗子注释, 旧则怪则备。 无则不用挑选, 没有区别。 是自子于春秋为伯代夫。 义生为伯见贤世间, 死后由陈诗一见, 以其致诚感动魏陵宫。 寻先虚公顺, 冒通妙, 清世。 饮瓜半指矫正, 本为矫正竹目写许的工具。 柔取教饮, 正方称瓜。 意义, 忧郁不乐貌。 徐伯玉春秋十位博人, 是一位求敬慎, 且并善于改过的贤大夫。 屈侯辅占博人, 其生平不强。 白话若寻着道义来做事, 就能使那些别人觉得困难的事情变得容易。 曾子说父母疼爱自己, 心理高兴而不忘父母恩德。 父母讨厌自己, 则借甚恐惧不惹父母生气。 既然如此, 那么无论父母喜欢还是讨厌自己。 对于自己成就孝心来说, 没有什么区别。 是说君王清静自己, 就礼静而恭顺。 君王疏远自己, 就恭敬而无怨。 既然如此, 那么无论君王清静还是疏远自己。 对于自己成就忠诚来说, 没有什么区别。 恐怖子说在自我矫正中感到快乐。 严格要求自己而不苛求别人, 有才德而被废致不用, 却能不欲欲寡欢。 这就是贤人徐国欲的德行。 既然如此, 那么无论被举用还是被弃致。 对于自己要得行善来说, 没有什么区别。 虚侯父说是否天德很容易辨别。 只要观察他富裕时如何分配财富, 发达时举见什么样的人。 穷困时如何拒绝外面的诱惑。 既然如此, 那么无论穷困与发达, 对于自己成就贤德来说, 没有什么区别。 所以, 无论别人对我们喜爱还是厌恶清静或是疏远, 还是自己人生衰败性旺, 或是熊困发达, 都可以成就自己的大义。 就时悟君子不与人之谋则亦亦, 若与人谋之, 则非道无有也。 故君子之谋, 能必用道, 而不能必见寿也。 能必忠, 而不能必入也。 能必性, 而不能必见性也。 君子非然者, 不忽之于词, 而失之于行。 不非非者行事, 而恶恶者行善, 而道欲矣。 卷三十一欲子注视之谋欲子通行本作谋之。 见受, 被接纳, 被接受。 入接受采纳。 人欲子通行本作人。 才化君子不为人出谋划策则亦。 如果为人谋划, 就一定会依循道义。 所以君子的谋划, 一定能做到尊从道义。 但不一定会被人接受。 一定能做到尽忠无私。 但不一定会被人采纳。 一定能做到诚实不期。 但不一定会被人相信。 君子指正他人, 不表露于言辞, 而是体现于行动。 所以要指出事情错误, 就自己去把正确地做出来。 厌恶恶行, 就自己努力行善来于衣补救和干化。 这样一来, 道理自然就张显了。 九十六相约, 地中生, 母。 生。 君子以圣德, 积小义成高大。 卷义周义注释, 慎尊寻一顺。 白话相传说树木生于一中, 是成长上升的象征。 君子因此尊寻道德, 从积累小善做起。 以至成就高尚的德行。 九十七帝者贵其德也。 王者尚其义也。 霸者拓拓作通于礼也。 道侠, 然后任志。 德国, 然后任行。 明浅, 然后任查。 卷三十五文字白话称君主为帝是重视其美德。 称君主为王室, 崇尚其正义。 称君主为大则是因为他通小势理。 道德偏侠了才凭借制谋, 恩德不厚了才凭借刑罚。 圣明不足了才凭借喝茶。 凭借制谋刑罚喝茶, 会开生不同的弊端。 有十八天有十底有才。 能与人共之者, 人也。 人之所在, 天下归之。 面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, 寄人之急者。 得也。 得之所在, 天下归之。 女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。 一也。 一之所在, 天下归之。 凡人恶死而乐生, 好的而归利。 能生利者。 道也。 道之所在, 天下归之。 卷三十一六透白化天有四十地有才富。 能和人民共同享用, 就是人爱。 实施人爱者, 天下人就归附它。 使人民免遭死亡且除人民的困难救助人民的灾患皆寄人民的疲虚。 这些就是恩德。 旺施恩德者, 天下人就归顺它。 和人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, 就是义。 见秦道义者, 天下人就归附它。 所有的人都害怕死亡而乐于生存, 喜欢得到好处和利益。 能使天下人都获得利益的, 就是道。 有道者, 天下人就归附它。 九十九, 文王问太公曰, 先圣之道, 可得文乎太公曰, 义圣御则昌, 御圣御则王, 敬圣带则吉, 带圣敬则灭。 故义圣带者王, 带圣敬者王。 卷三十一六, 超注释, 带具贤文之译。 词带字, 宜当作语, 义文按语字翻译。 白话文王, 问太公先世的圣人, 只道可以讲给我听听吗? 太公答道义圣过思域, 国家就会昌圣。 思域圣过道义, 国家就会衰亡。 敬圣圣过怠慢, 则诸是吉祥。 怠慢圣过敬圣, 则工业毁灭。 所以道义圣过思域者, 可依统治国家。 怠慢圣过敬圣者, 就会灭亡。 一灵道德仁义定, 而天下正, 卷四十三说愿白话道德仁义落实之后, 天下便自然归于正道。 一灵一, 有道一理之, 法虽少足以至义, 无道以灵之, 命虽众足以乱矣。 卷三十五文字诸是理至理, 灵间是天灵, 寅母未统治至理, 命正令。 白话遵循道来治理天下, 法规虽少, 却足以使天下太平安定。 不遵循道来统治天下, 命令虽然众多, 却只能使天下混乱。 一零二天反时为灾寒数一节。 地反物为优, 群物失性。 明反德为乱, 乱则要灾生。 卷五, 春秋, 佐世, 转, 中白, 画上天, 不按四时运行, 就会发生灾害。 大地, 违反万物常性, 就会发生妖异。 人民, 违反德意, 就生出祸乱, 有了祸乱, 就会发生灾害, 和怪异。 二孝啼一零三夫孝敬仁义, 拜行之首, 而立身之本也。 孝敬则宗族安之, 仁义则相当众之。 此行乘于, 内, 明注于外者矣。 卷二十六位置下注视相当同相相亲。 白, 画孝敬仁义, 是各种品性当中最重要的。 也是为人处事的根本。 能孝敬则家族内部, 就会安定。 有人义, 则会受到相亲们的尊重。 这就是得行养成于自身, 好的名声, 就会显扬在外了。 一零四夫人为子之道, 莫大于保身全行, 一线父母, 卷二十六位置下注视保身身体身躯。 全行品性完美无缺。 白化为人子之道, 没有比爱惜自己的身体, 保持良好的品性, 从而让父母因子女贤得而得到荣耀更重要的了。 一零五曾子曰孝子之养老, 乐其耳目, 安其倾处, 以其饮食中养之。 父母之所爱以爱之, 父母之所敬以敬之。 卷七礼祭注视中, 养至静心曾静奉养父母, 不仅仅是照顾父母的身体而已。 白化曾子说孝子奉养父母, 竟被李乐以使父母的耳目逾越。 要使父母的清除起居安逝, 对于饮食各方面, 都要尽心仔细地照料和侍奉。 父母所钟爱的自己也应钟爱, 父母所恭敬的自己也恭敬。 一零六人之事清也, 不去乎父母之策, 不倦忽劳入之事, 为父母之所言也, 为父母之所欲也。 于其体之不安, 则不能请。 于其之不饱, 则不能食。 滋滋为此, 以梅其身。 卷四十五昌言注视劳入有劳苦。 一指劳苦之事。 同餐。 滋滋情面, 不切带。 白话人自事奉双清, 不离开父母的身旁。 不厌烦劳苦之事。 公公敬敬听从父母的话不违背。 体恤父母的需要尽力事奉。 父母身体不安, 自己就无法安睡。 父母没吃饱, 自己就无法进食。 情面, 不切于此, 终身不改。 一零七吏已将其吏, 竟已入其中。 诗, 严肃兴业, 媚无铁天。 卫儿所生。 不耻其轻, 君子之孝也。 卷三十五增子注视兴起身。 天羞辱。 白话尊照礼仪来尽力事奉父母, 要把恭敬融入尽小的真诚心理。 诗经小雅小院说, 造起晚睡情分不懈, 无愧于生养你的父母。 说的是教子一刻也不放松自己, 不让父母蒙受羞耻。 这是君子的孝。 一零八增子曰若夫慈爱, 恭敬安清阳明, 则闻命矣, 但问子从父之命。 可谓孝乎子曰, 是何言语, 是何言语席者? 天子有争将。 陈七人, 虽无道, 不施其天下。 七人者, 为大师, 大宝, 大父, 左父, 右, 以前一后, 成。 为耻王者, 是不为代。 诸侯有争辰五人, 虽无道, 不施其国。 带夫有争辰三人, 虽无道, 不施其家。 尊卑复善, 未闻其官。 是有争有, 则身不离于令, 明。 令, 善也。 是卑无臣, 不以贤有助义。 父有争子, 则身不欠于不义。 不当, 不义则争之。 从父之命。 有焉得为孝乎未取从父命, 善亦从善, 恶亦从恶, 而心有影。 其得为孝乎眷旧, 孝今著世安清使父母安宁, 孝养父母, 争空争, 争见威权, 令善美好。 白话曾此说, 关于慈爱公敬安清扬您的道理。 学生, 已经听您讲过了。 请问为人子的一切, 都听从父母的命令。 可以说是小妈孔子说这是什么话? 这是什么话? 在古诗后, 天子有七位职严建争之臣。 即便天子不道, 还不会失掉其天下。 诸侯有五位职严建争之臣。 即便诸侯不道, 还不会失掉其国。 请大夫有三位职严建争之臣。 即便大夫无道, 还不会失掉其家。 是人若有职严规劝的朋友, 则自己不会失掉美好的名声。 如果父母又以道义劝劝自己改过的儿女, 自身就不会陷于不义。 所以, 面对父母领导朋友不合道义的思想言行, 应当要劝劝。 一位盲从父母的号令, 怎么能够称为孝呢? 109夫兄弟者, 左右手也。 替人将斗而断其右手, 而曰我一圣。 若是这可乎夫妻兄弟而不清, 天下其赎清之卷, 25位置上白话兄弟之间就向人的左右手。 比如有人将要打斗时, 却看断自己的右手。 反而说我一定能取胜。 像这样可能吗? 抛弃亲兄弟而不清静, 天下人还有谁可以清静呢? 这三人义一一灵所谓人者, 爱人者也。 爱人,父母之行也。 为您父母, 故能清天下之力也。 所谓义者, 能变物理者也。 物的灵, 故能除天下之害也。 心力除害者, 则贤人之也也。 卷物食原子正书注是物理事物的道理规律。 白话所谓人, 白话所谓人, 就是爱人。 爱人, 是为人父母的品性。 能像父母一样爱护人名, 所以能心伴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。 所谓义, 是能辨别事物的道理。 做事和情和理, 所以能为天下百姓消除灾害。 心力除害, 是贤人的事也。 一一一凡人所以贵于情受者, 一有人爱, 知相敬事也。 卷二十一后汉书一白话人, 必情受可贵的地方, 就是因为有人爱之心, 知道互相尊敬对待。 一一二人者行之宗, 忠者亦知主也。 人不宜久, 忠不妄君, 行之高者也。 卷二十二后汉书二白话人后是德行的根本, 忠诚是道义的要素。 人后的人不会以弃书远不久, 忠诚的人不会忘记领导的恩德, 这是高尚的品性。 一一三周家中后, 人及草木, 故能内木于久族, 外尊是黄狗, 鸡鸡鸡鸡。 养老起盐, 亦成其福禄、烟。 卷三毛尸柱是黄狗之年老的人。 狗, 老年人。 祈祈求请求。 白话周是王族中后治国。 人爱燕及草木。 所以对内能使旧族和木。 对外能尊敬老人。 恭敬供养老人并需心请教, 所以才积累了年长的福报。 一一四圣人之于天下也。